也就是說JavaCompile之後的結果 以前如果你在Ctrl環境下 你還要自己Compile 超麻煩的 現在變得很簡單的 那只是說呢 假如說有新的人 想要看Class裡面呢 他的Java怎麼寫的話 有沒有辦法 其實應該不知道各位 你們其他課有沒有老師跟你們講 很簡單啊 你只要這個軟體 點兩下 這個已經算是 就是已經不是秘密了 你把這個軟體非常好找 這軟體叫什麼 djjava dcompile 就是把它反回來就對了 如果你把這個 finish掉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他就幫我們把這個軟體 就是把它安裝上去之後 你再把這個Class 點兩下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了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寫的程式碼 通通都出來了 有沒有 剛剛寫的是什麼 Decimal Format 一模一樣有沒有 只差別在哪裡呢 unicode的部分 那當然unicode你也可以自己去反查嘛 你把這個source貼回去之後 就可以反查 而且喔 基本上是可以一模一樣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改寫 Copy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程式喔 只要 我看一下 應該是直接把這個程式幾乎都 他只是註解他沒有了 註解他就把它拿掉了 好像到這裡喔 貼上 貼上之後呢 當然這個unicode 你如果run出來 也會看到裡面的結果 有沒有 只是說他這邊的寫法 是用unicode的寫法 那你就反查回來之後有沒有 上面的東西 你再把它怎麼樣呢 放上去 字都會出現了 所以基本上 你坎派二層class 其實一點也沒有 一點也不安全就對了 所以當然還有一個行業 就是專門怎麼樣呢 防止別人把你破解 因為你可以 反回來 reverb回去 實際上它是找到某一個reverb回去的點 那那個點如果不讓人家破解的話 它也沒辦法reverb回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有興趣喔 我反而發現大家對那個 怎麼寫沒有興趣 反而怎麼破解 好像大家反而比較有興趣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 想要多知道的話呢 那這個軟體也非常好找 在哪裡呢 其實 在這個地方喔 我分享區裡面呢 在這裡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OK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自己把它download回來 download回來就可以看到 那其實 會給各位是希望 你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這個東西真的很有趣 因為你有這個東西之後喔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很多JAR檔 比如說在那個 手機的遊戲裡面 就很多都是JAR檔 那JAR檔的話 你可以把它rename成VIP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很多class 很多class 你用這個就可以看到它裡面 怎麼寫遊戲的 所以你網路上的資源非常多啊 不信的話各位可以查一下 搜尋一下什麼呢 搜尋一下什麼 遊戲空一個JAR 好多一堆 你可以馬上破解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 這個程式呢 把它匯出 特別重要 就是記得 動作在這裡喔 右鍵 記得在Java檔上面 把它匯出 匯出找到這一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